记者洪辰洪高雄报道,张正杰监狱公益音乐会今天仪式高雄女子监狱,并与由美猴王之称的京剧大师朱璐豪及钢琴家谢婉玲共同演出,古典音乐,京剧曲目相互激荡,大提琴及钢琴的对话,或猴子挥鞋的肢体语言,都赢得收容人热烈掌声。 中刚集团基金会与张正杰携手举办监狱公益音乐会,基金会执行长张秋波,高雄女子监狱电狱掌林锦兴及女收容人齐聚一堂观赏难得的演出。 张正杰开场时说,了解收容人对古典音乐既陌生又拘谨的刻板印象,因而演奏知名的盛桑的天鹅及嫖配的塔朗泰拉舞曲外,特地邀请朱璐豪献祭。 朱璐豪在法国印象派大师德布希的乐声中,展现出京剧五声身段,唯妙唯笑的猴子肢体动作,博得台下哈哈大笑。 此外也在张正杰大提琴伴奏下,唱出诸葛亮空城记与项羽的该下歌等京剧曲目,带给受刑人新奇的体验。 林锦青赞叹精彩演出,也感谢中纲及各界对收容人支持与鼓励,才得以享受这场音乐饗宴。 张正杰说,1996年被电影刺激《1995》以古典音乐感动,在法务部与文件会的协助下得以到绿岛、澎湖、高雄、桃园等监狱完成五场巡回演出,第一站在绿岛,上台前突然紧张了。 因为他没有看过这么多大哥,但是随着乐音流泻,收容人从僵硬的表情到有笑容,甚至听到台湾民谣落泪了,让他印象深刻。 三年前高雄监狱挟持事件,让他有感而发,在中纲集团基金会的支持下,去年到高雄监狱演出《大辽歌剧院》,今年在高雄女间接力登场。